然后下面就是probability的和statistic的问题 那么这类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风screen的时候会被问 那么popular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纸骰子或者是任硬币都是非常popular的问题 然后我这列了两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两个骰子 然后一个骰子是正常的骰子 然后六个面上一到六 然后第二个骰子给你一个完全空白的骰子 上面你可以写数字 然后希望写出来的数字是得到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然后有一到十二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uniform的distribute 然后怎么来在第二个骰子上写数字 这个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有另外一个同学答了三个一三个二 这个方向是基本是对的 就是说需要三个数字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三个数字也是一样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就是说 但你能得到十二吗 你想最大的是六 如果写了二的话 那最大只能是八 那肯定是连十二都到不了 所以要到十二的话 必须要写一个什么数字呢 好有另外一个同学回答了 有同学回答三个一三个六 有同学回答三个三三个六 OK我看到有好几个同学都回答了正确的答案 三个零三个六 对因为有一个骰子的话 你就已经 就得到了一到六的uniform distribution 所以你一半的概率填零就可以了 那么你要达到十二 你必须写六 那么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其他三个面都写六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骰子的一到六 就得到了从七到十二的uniform distribution 对所以是三个零三个六 然后下面一题呢 就是下面一题就是 其实可能想到了就想到了 想不到可能需要花很长时间 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unfair的coin 然后你怎么能够去simulate一个fair的coin 就是说给你一个两面不是50%对50%的coin 然后你希望你得到一个random number generator 能够得到50%是一个event 50%是另外一个event 有两个同学都说了要扔两次 但是其实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扔两次的话 都会出现什么情形呢 因为你扔两次的话 可能出现情况就是说 两正两反或者一正一反 或者一反一正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概率是不平衡的 如果是一个fair的概率的话 那么这四个event应该是概率全部是相等的 但因为我们是unfair的coin 那么就是说正正和反反呢 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正反和反正是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对 把这个正正和反反就是抛弃掉 那么比如说我们得到了正反就可以认为是一 得到反正就是零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这个equal probability了 好 然后下面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个这个probability的问题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conditional probability呢也是比较那个popular的问题 那么 这儿举了一个一个例子 这其实更有点像一个 一个case study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有一对couple 那么一开始是 生了一个女儿 那么问你这个后面再生女儿的概率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能 严格算一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个问题是想让你能够问很多的问题 呃 有人说还是二分之一 然后有人说 呃 问这个事件是独立的吗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要有assumption是我们 呃 正常的就是觉得哎 生男孩和女孩的这个概率各50%这种 就是说我们要问的问题 首先呃 statistically在这个population里面到底是不是50% 其实可能不是严格的50%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的这个这个prior 所以呃 呃 首先50%这个就是不一定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个同学问事件呃 是不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独立的 那么 可能传统大部分上来说是认为是独立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呃科学表明就是说 呃 如果生了一个女儿的呃 第一个是女儿的话 那么第二个是女儿的概率的话会比50%大 然后如果两个都是女儿的话 那么生第三个女儿的概率的话会比50%更大 所以就是说这个independent这个假设并不一定能成立 看到底是不是50%可能是51%对49% 呃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希望你能够呃问出很多的问题来看你这个思维是不是是不是严密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说呃 呃 Base rule Base rule的话也是非常popular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因为它可以让你就是说呃 首先你要知道呃 去用Base rule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可以考到你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然后还能考到你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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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mass 所以这个Base rule也是非常popular的 然后比较比较呃 呃 常见的问题大家可以就是说呃 在wikipedia上找一下比如说Base 呃 Base rate financy呃 那儿有几个有有好像是有两个例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一些Base rule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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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呃 在sampling中间那些probability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说呃 bootstrap和reservoirsampling 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probability到底是怎么derived 然后还有就是A-B testing 然后呃 比如说这个怎么做A-B testing啊 然后这个City test该怎么做T-Test 这是p-value 然后解释下p-value 呃 这种的话一般经常是在电话面试中可能会会问到的 特别是如果你要去面这个跟A-B testing 相关的这个这个组的时候 然后就是关于怎么准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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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probability question 呃 如果就是说大家这个probability呃 可能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 可能需要go over呃 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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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book啊之类的 然后去复习一下这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Base rule 然后包括这个probability的一些一些延伸 就是包括呃 在做呃regression的时候里面设计的一些呃 呃比如说这个likelihood的怎么写啊 linear regression的likelihood怎么写 logistic regression的likelihood怎么写啊 然后optimization是怎么做的呀 然后包括在regression里面呃 呃会出现一些p-value 然后呃 到底是一些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参数的这个p-value 然后呃 然后一些常见的这个statist test 肯定呃 大家还是需要呃了解一下的 然后比如说t test quest square test 还有这个ftest的用来选选择变量 然后那么p-value就是呃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p-value都有一些一些误解 其实呃 很多人并不能解释的非常的呃清楚关于p-value 然后当然了就是说呃 最直接的话还是就是说去收集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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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面筋 在面筋里面去呃去把这些这些probability的这个question挖掘出来 呃其实probability question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popular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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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嗯 0 3 好 简单 简单 1 等 emos